人類文明的起源 探討人類文明的起源 探討人類文明的起源 為什麼文明都會出現在一些 高度文明都會出現在一些 比較複雜的地區 或者一些比較艱困的地區 那麼在東南亞這個地區 從來沒有達到一個高 我們現在標準的一個高階的文明 那因為它的資源太豐富了 人類它只要餓肚子 它出去隨時都有 植物動物都有得吃 所以我在裡面 做考古工作也覺得非常有趣 一方面可以 和當地的人 都變成很好的朋友 另外一方面可以 體驗他們的生活 我們中國有一句話叫 葛天氏之民 萬天生活在自然裡 一個居民 非常的簡單 但非常的和善 非常的好 非常可以交朋友 所以在裡面也蠻愉快的 所以那時候我和學生在裡面 其實每次去 雖然物質上面非常頻繁 但是工作起來是蠻愉快的 然後還交了很多菲律米的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這是一個經驗 我個人在這邊花很多時間做研究 其實我覺得自己是沒有辦法的 一定是一個 要很多人一起合作的團隊 現在不只是單獨學科 而且一定要多學科的 很多學科在一起合作 而且是一個國際性的議題來合作 所以像我這些年研究的話 很多議題已經超出了本身考古學的研究 也涉及到其他的 基本上的遺傳學的 遺傳基因的這方面研究 像的一些動物學的研究 我們現在 我們的project裡面 都包含動物學 遺傳學在一起 在做這方面的研究 而且不只是台灣 而且國外的 就反對一起來做 所以這個問題我想 太太平洋其實是一個 等於是沒有被 過去沒有被explored的 這麼一個領域 因為過去我們長久的 對這個地區不是很關切 我們的研究的焦點不是在這裡 他們也希望日後的 可以慢慢的 我們的出角 可以到太平洋去 那麼這些議題 不只是台灣和太平洋的關係 一些議題 而是台灣本身的一些議題 也可以 可以把它發掘出來 像這個 這個 童老師 做太平洋的 還有我們的中原院同事 專門很集中在做的 就是太平洋的一些島嶼上的 就是當地的這些議題 我覺得都可以 進一步的去 去把它發掘出來 來做 所以應該在 至少在學習上面 也是巨王大的一個潛力 這樣子 而我們台灣也真正的 可以 真正可以去 被invob到 這個太平洋的裡面去 過去往往很多人觀念 太平洋也許是 落後的一個地區 我們台灣也許提供很多 經費的 經濟的資源就夠了 其實這個是不錯 其實我們要 真正的要 屬於自己是太平洋的國家 而且我們可以在裡面 扮演一定的角色 所以我們就應該去 真正的去 設計到他們的 各方面的研究工作 invob到整個國際上的 對太平洋的研究 我們才能有我們的地位 天下 對 我們看到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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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